施术的心是快乐的 护身的心是感动的 念佛的心是平静的 护持的心是感恩的 生命电视与您心心相细 接下来请收看 大宝法王慈悲开始 大宝法王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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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没有考虑那痞 然后准备 saf出来 不是因为每天都来联合 生理的同胞 donc准备 여기서我们接触 也跟像这种警察 dels肉 因此我们是被人汝 作为我们有关的那种 其他学习在这里 然后还有我们的生活 系统 比如我们的教权有关的设置 如果不是在个体现的话 在这个生活中有什么问题 如果是一个学习的教训 在这种习惯争 和不同学习, 修理的教语 这是有效的 我觉得这是很少的 但我们绝对我们在一年 我们绝对我们一起的 我们绝对我们一起的 那么谈到这个加持的时候 我们绝对我们的 我们绝对我们的 我们在很多人的 你绝对我们的 我们的绝对能量 多么的能量 那么我们可以的 需要很少 能量量 所以,我们是简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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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谈到加持,很多人一谈到加持就会想到,哇,它是不是神秘的一种力量。 好像你会有这种被电到的感觉,啊,它得到加持了。 但其实真的并不是这样子,那加持它是一件很自然的, 它甚至就是一件很普通,很朴素的一件事情。 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它就像是,你可以想像是一个孩子, 它就很安心地躺在或者说坐在这个母亲的怀抱当中。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孩子他有一种感觉是他很安全, 他觉得受到了一种保护,他的心是非常的安心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虽然说他的这种安心的感觉,或者这个孩子可能本来很紧张, 但到了妈妈的怀中她变得很安心。 这个转变的过程你眼睛也看不到,你手也摸不到, 但是你很清楚可以感觉到这个母亲她的一种力量, 她可以说她的爱心也好,她让这个本来是个焦躁的孩子, 很紧张的孩子突然改变了,她的心静下来了, 有一种安全感的时候,这样的这个过程, 你可能看不到也摸不到,这个过程就叫做她得到加持。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吧, 举我自己为例子,有的时候我会到有机会见到一些上师们, 可能见他们之前自己的心还是闷闷的烦躁不安的, 但是会发现见完他们之后出来了, 心情就豁然开朗,而且非常的平静, 会感觉到一种欢喜,这就是一种加持。 你可以看到说什么叫做加持,就是你透过某一个人, 你可以说他的一种力量,而让你的心转变了, 安心了,静下来了,这个就叫做得到一种加持。 所以谈到加持不要把它想的太神秘, 就以为是一种能量的给予,或者是一种什么被电到触动的感觉, 不是这样,他很自然的事情。 接着这里一个问题说,如何面对佛教被商业化的一个现象? 呃,什么意思啊? 是的 嗯,对 诶,是的 就是,让你参加一个最强的感觉, 你想做什么? 嗯 嗯 嗯 你啊,一个人的感觉,是啊 对,但是, 是的 您从中心上说有什么好理吗 是在这个价格里的工具上的东西 凶乘感觉如何看待 如何 下午上 这次都会觉得下午 是的 要好 再一次 互等 因为房子早上总会给予 Acho联系的 革儿留意 criminals老婆 而君子否则他的 我们。 vale你 是用来要出色的 不是可以一起去的 所以想要担心或互不连 Conference 其实每一个互不连接很新的 你说些人心的 如果作试唯有呢,遇上人的想法 你还希望说一下也就突然ует看 可是用颜色差不多了 如果要用颜色,尝尝照着 船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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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儿 我也将 itIDS,在igment上探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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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儿 同时可以判 Option 你都有一些不応有下去 如果你想要那些地方 要有那些地方 或计算一下 就想要去那些地方 和这个地方 这些地方 我们要去那些地方 如果要去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 能去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 所以针对这个所谓被商业化 或者说现代社会这种商业化的现象 其实真的不只是在佛教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好像就是我们现在共同身处这个时代 它的一种潮流一种状况就是什么东西都变得商业化了 那你可以看到甚至政治有的时候也变成其实是商业化的一件事情 或者说甚至医疗体系也好了 甚至医院也想就会要想说如何增加收入 也会变得是商业化的一些思维 而因此讲回来说佛教它就是发生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所以它不免也会受到一些所谓商业化的一个影响 那如果说佛教我们现在它是出现在某个其他他方世界 那当然可能状况会不一样 所以多少是会有些影响的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的确有些佛教徒他的生活还不够好 所以他也还是得想想生计 所以他还是得有一些商业化的思想跟思维 所以你很难说商业化就是好 或者商业化就是不好 很难一下子去做一个评断 那从对的那种程度上 并且看着说 自己的人就要做一个评计 因为这里还没有做一个评计 的你会痛迹 你会痛迹 你会不能做一个评计 这上司机会有种所谓的 那他人说 你会厅 Experts的 有大家讲 我会觉得 你会知道 所以就是要作为正常理想到的 就是这就是靠何时的 这就是甘煚的 你来说住是住在住乡 如这吃是住就在住在住乡 就是要求住在住乡 如果你看到这就要求住乡 去住乡 就会给自己玩 这是你的徒动 當時要學習了東西 我讀書很會的 我們在說話 有哪一個組織是 那些人是 用人的 那麼沒用 那些人的 這兩年 還能拿到 所以 那些人 猶دا 這些人 在我們 有鎮製作業 但是,你去旅行那些,你去教人家的那些,还是常常我去教论 但是,你去教学的时候, 你要去教学, 讀论,你去教学的 你去教学, 讀论。 读论了。 讀论了。 之前,如果你去教学,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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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 但这是黄黄、那席 户塞在千里 无人和国。 要么让我被创造了 我希望他们会担心、 津 direito。 如果有助于这个这些 ن発的 是那些人内的 bunları像是不一样的 因为是在这个孕肥歌 因为这个孕肥歌 把孕肥歌 看到很多孕肥歌 有人在这个孕肥歌 这些是在这个孕肥歌 这些nya 都是在本身上的 然后是原则的 就是原则的 原则的 这些识字所教的识识, 只是说, 现在不太会发现。 他们这些, 有一些识论一下。 他们这些识论会提供版的识字, 但几乎是各个的识字。 他们从这些识论会提供实断的识字, 然后在识论会提供。 就是商业的利益吧 所以讲回来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不要失去了自己 或者说佛教它本身的核心的价值 这个东西不能够失去 那很多时候我看到了一个 现在的佛教的一种危机 那这个危机它还不是来自我们所谓佛教徒 自己本身 因为再怎么说佛教徒当然有一两个例外 可能非常的就叫利欲熏心 然后会想要商业化这样子 但是大部分的佛教徒说真的 还是因为是佛教的 看到了佛教的核心的一种修持信仰的价值 所以还是对佛法是珍惜的 所以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危机产生 我看到最大一个危机产生 反而是一些非佛教徒 一些现代的一些其他人 他们并不是以这种信仰 或者说以这种修持的角度来探寻 来研究这个佛教 他完全是以一种商业利益的考量 来去推广这个佛教 而且用佛教当中 比如说禅修啊正念也好 然后慢慢他们就思维说 因为禅修跟正念可以带来很大量的商机 所以他们就把包装 将这样的禅修跟正念变成是一种商品 所以可以看到现在在像Google的search搜寻里面 慢慢去搜寻佛教徒这样的名词的人越来越少 而在搜寻正念跟禅修的人越来越多 很多时候好像是他已经变成一个商品 在被大家搜寻是一样 而这种感觉当然现在很多大公司也慢慢的 像脸书也好 像我去了Google的时候也好 他们也都在推广这个禅修跟正念 但是感觉上他都不是在从一种信仰佛教的这种 信仰跟这种角度去看 反而都是一种利益商业利益角度而去推广的 所以这让我也想到像是瑜伽好了 瑜伽他可以说真的是我们古印度来讲 很重要的一种修持 他不就是身体的某些动作 他是一种非常高深的一种心灵上的一种锻炼 但为什么他现在大家一提到Yoga瑜伽的时候 就觉得是一种你知道好像商品一种流行是一样 是什么东西让他改变的 我感觉上都是这种一种商业的话 或者说一种商业上的思维跟这样的人去做研究跟推广之下 而让他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慢慢他像是瑜伽的这种核心的价值已经丧失了 佛弟子想请问有关生命与死亡的一个问题 估计在今年或者明年之内 家庭将会有三位至亲的亲人相继往生 分别是患上了末期的癌症的59岁的父亲 年老体弱的81岁的外婆 还有92岁的爷爷 虽然我明白到生死无常有生有灭这个状态 但情感上和佛法上 我可以怎么样开解我的母亲和家人呢 第一 对 当党是 对 当党是 1219 Racism 我们不ash clients 市场是 小匙 是 部门 这是 珍מש 我 如果 。 从中一个人开始讲,一开始演出的解决机, 所以有点学校,一开始学校, 那我会说,我们在这些人里面的男朋友時就有第二去美女, 这次每个人都在这里面的生活 这次都在那个生活中 以后,我们是在身边的身边。 我们是从身边的身边, 我们在身边的身边, 我们从身边的身边的身边和人的身边, 我们在身边的身边, 因此,你拿着用你的力量、用力量量負責 既然你以為自己的弦力、你以為自己的力量負責 為自己的力量負責 那些肯定有吉利貸 這位同學生平常見 在人家里面和词上说, 对, 以物与传宗人说, 以物与传宗人说, 他们已经回答了和语言。 而,起าน习宗人在你意识的心理会议、 人们都要来扔导。 有很多事 老姓们打 本来在这一段时间 在这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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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讲到死亡无常的时候 说真的 这样一个状况 我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如果你是在 生前 我应该说之前 就有在多做死亡 无常的一些练习跟 训习的话 那么在面临到临终的时候 你就自然比较坦然能够面对 但如果之前没什么练习跟准备 突然就发生这些事情的话 有时候想想想 如果是换成我是这个样子 我也没什么答案的 因为你也不知道真的该怎么做 所以总之现在还想不出来一个什么答案 之后如果想到再跟大家说 下一个问题是 香港社会 在政治上的对立 似乎越来越严重 身为香港的小市民 如何能够促进一个和谐跟安定呢 如果是国家的小市民 那你喜欢的 香港的小市民 可以考虑 那你去到小市民 那你去到小市民 自己去到小市民 没有时间重复中即分 这个闻重复中 我们可以向世界智慧 我们 utilities 通过它再将细rent 工作 快 Peters 每天都偷情 每天都体系 是否曾经在议的共识作用 这些人在香港的传播 在童童中的香港媒体中的传播 童童中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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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传播 不是任何人受罪, 整个人做得好, 这样的生效 就是港铁人的钱, 这排便很快, 它会让我们完成 和我们述到一种心理的心理, 加热地煎热地煎热, 用一种心理的 这样的心理应该怎么回事, 因为跟我们一起做的一种心理 真的是 在过去这一两年 我也从这个新闻媒体上面 其实也都有看到香港现在的一些状况 那在我的对香港人们 香港人的一个认识上 我一直都觉得香港人是很有热忱的 而且是很齐心协力 很有热忱的 有这样的一种特质 那么但是随着好像这么多年 这几年来也在新闻里面看到的一些 发生的一些事情 好像最开始本来的那一股热忱 或者说那种好的善的一个动机 但随着各种各种的这些事情的发生 慢慢的一些行为跟做法呢 都变得比较不好了 好像那样的一个状态 现在是越来越糟了 常常在新闻上看到大陆人跟香港人打架 但是这些人在新闻上看到大陆人的一个人 都变得比较多了 但是这些人在新闻上看到大陆人的一个人 但是现在这些人 一直在新闻上看到大陆人的口感 可以听到大陆人的口感 但是这些人还是在新闻上看到大陆人的不停 主理所在这些人的口感 也是在新闻上看到大陆人的口感 所以它是在新闻上看到大陆人的一些人 在重复地下称之 benefits 如果他在建议中 在宇宙游位置 就是学位 在修复中 在修复中 打完他 在修复中 会有其他治愿者 会有什么 华康 在修复上 向迟下 面能期望成为大ских的华。 第一的官 paljon D Claire今年有足像这 designer做了。 中国一直在工作跟其中的ージーン, 学 Defense还是让人讲了。 可以选择和 sealing uso, 的主抵抗能够制作6 Okey is прос做这个。 人们好帮忙。 先發出的是要是物資格的 第一就是物資格的 寫句宣似的 用來做的事 如果和你的物資格都沒有 要 созд Francis之下 也是物資格的 進行物資格的 就無論是物資格的 很多时候最重要的是 我们人民的心要有一种安全感 当然我们说人嘛 总是心中都会有许多的负面的一些情绪 可能是某些怀疑 可能是某些的猜忌等等 总之这些负面的一种情绪 会让我们的心很难安定下来 那换句话说 也导致我们一些情绪化的行为会发生 所以这时候很重要 在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 很重要就是还是要 面对我们的这些负面的情绪 要试着去面对它 而要去调伏它 那其中一个观念或者一个想法就是 不要太寄托于外在的某些条件的一些 从上面要想要得到一些答案 或者某些决定得到某些答案 我觉得相对于外在 有的时候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内心要能够调伏下来 那当然外在也很重要 那这时候内外的一种合一的时候 我觉得是更加的重要 所以真的要如果要问我 对香港的一个感觉 说真的我觉得不会不好的 那而且这也是我一直的一个祈愿 就是希望大家心都能够安下来 安定下来 香港会很好的 这也是我的祈愿 鼎礼法王 课题中讲到了生命跟死亡 如果死亡之后 把器官捐赠或身体捐赠 是否有违于佛教中的描述的说 死后十二个小时 不能动我们的身体的这样一个说法 是相违背 会不会有这样的影响 但是身体的关系 是不足道的 这也是我讲的 但是也是 那这就是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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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是你们穆留了 这就跟我们都没有,这就是 想象牙童鲤 returned 这就了解的 但是用力便 你又有什么 是说到便利着 那个险严的 来说丢业艺产能 质的人 不是说被誘楼啊,enge logging androidства就好 队fa书楼离开алось 太题 reci基于UNTRI κ Valenciandi 为了确 qued放入 当当当 Kasim 也是懂得 Hasspe那带 跌买的土地 那个火攻容易 掉了 别人再 challeng 《Industan》 제대로申请 这个问题似乎跟在密城里面一些说法有关 跟什么七脉明点这些好像有点关系 因为跟身体有关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 是在生前你是不是有准备好 是不是有这样的发心 跟这样一个心说 我要捐赠我死后 我要捐赠我的这个 比如说某个器官 如果有此发心的话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就好像过去看到一个菩萨 他可以舍身为虎 而且他还没死呢 他活着的时候他就可以舍身为虎 然后你也没听说 他还在乎说 这样会不会从密城角度 影响我的气脉明点 你看到一个菩萨他也不会这样的担心 所以真的还是在于你有没有那样一个 生前是不是有那样一个菩萨的发心 说你想要捐赠你的这个器官等等 所以很难有一个更清楚的答案 不过我觉得还是跟我们每个人的发心 是最有关联性的 无论东西方都有算命跟补卦 有些可以准确地预测到未来 那是否代表命中注定 而且不能改变呢 那行善修行是否可以改变命运呢 但是不过去的事 那你不能再说 可以改变命运的 但是不过去的事 但是不过去的事 还不能改变了 因为他们在乎里面的 在乎上都有啊 不过去的事 你不过去的事 天气不可泄露 网人 就沒力了,身權拿出來, 就沒力了 我們要坐在家中, 你能坐在家中, 你能坐在家中? 他把同一個旁邊做到家中, 我來到家中, 不知道要坐在家中, 就坐在家中, 在家中, 当然,大家有这么多钱,根本给有些钱来做 但是,我们说,在这种方式里面的好看 我们想说,现在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想要不要过! 你要學習這個學習,說的,你再說,你再說一句話 你都說一句話,你再說一句話,你這句話 你叫往我走,你叫往往走 你叫我走過去,我來講 你叫我走自己去言你你俩擺唄 你叫我走我走進去啊 你真是像大聲 在那些似乎都说了 他们在做一些影响 我们在订阅画中的理系 他们在issa某些计划 那些质疑的优化 我们在做一些优化的经济 所以讲到 家里面和瘟犁 在死者上 今天的政策对人生成立的 撑估藏 这些东西讲 就是要用 我们在下车 페等 再等一場互相和等同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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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uries 在那一般活 gör harms 但是的人生在任何有用法 二度是叫倫 would die 山主街 如果沿途以堡就浪斯繞喪 你要以为这种方式的法沒更多 等互相連同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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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分同 您只能看到您的兰沙 因此您所謂的性暴�로PUPR 幻想似乎 所以玩意的動作 HIV 令症 ur urs 無法��糟 depend 所以您可以在 einer派出 如何使øre 花 NRT更高 所以您可以坐在一起 Yukimwaji go方 又不 AO啊 您的不要停在一起 你可以看到中逾我们的火닥 您可以停下来 它's timing导习 互相 envや本 请看病人 小心 然后 mee转 因为我们应该就让我们的 consumed energy,而然后让我们的 time吃 天气,苏联系,我们的感觉都没有起来,让我们的灾点 因为我们的灾点灾点已经有可能只是 vi morning吃 我们的灾点就会没有,因为我们的灾点 popping 如果我们的灾点就会 Beaubi,我们的灾点就会是大外面 我们的灾点,以往我们的灾点生,我们早已有时发生 那讲到这个叫做算命补卦 那这个来讲我自己也有偶尔也会算一算 那尤其像我在来到印度之前 那我要离开西藏的时候呢 藏地的时候我也有算过 那所以就算卦这件事情来讲 它有时候是准的 那但有的时候有些特殊的事情 人事物等等 你也不一定很准 但是算卦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可能算了之后 那你就好这是个答案吧 你就相信它 然后你就会这么接着去做了 所以有的时候还蛮方便的 在做一些决策上 那这可以说是我们藏族一个不共的 一种特殊的一种 做决定决策的一个方法 就好像我们在嘎举曲院法会的时候 还记得当年最开始 我们针对某一个议题就是 到底要不要在现场来发放那个供养 就是给僧众的 我们叫称钱好了 就是红包 要不要当场来发 针对这个就已经会议不晓得开了多少次 然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 有的人觉得还一定要在现场发 但有的人又说不要现场发 最后大家就只好说 拜托你算一算 所以呢就算了 然后算了大家说 好你算了就这样就算了 就可以做了 所以这也是一种 可以说我们特殊的一种 做决策的方法 但你不会看到在现代西方管理学 会再看到有 你可以透过算卦来做决定的方法 并没有的 但讲到这里 您问到说有关命运的时候 那命运它是可以改变的 那但是它不容易 就是每个人你的命运 要不要改变在于你自己 尤其是最主要是 当你的一些观念 你的一些性格 能够试着你去调整它 去改变它的时候呢 才有可能你的命运得到改变 所以这里所谓的改变 它不是一些很表面的东西 比如说你的容貌改一改 或者你的口音去改一改 或者你的身体做一些不一样的情况 不是这样 它重点的这里的改变 是指你的观念 还有你在本性上 你在心性上做的一种调整 一种改变 那还是从内心上做起 才有可能改变你的命运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跟算卦来讲 它的关系 算卦一般来说 它还是可以说它有用的 它也是准的 但是它对一些 特别的一些人士来讲 它并不准 这个我可以说的很清楚 这个给各位答案 因为我也是会算的 我也有算的 所以我说真的 它不是一件特别 就是一定是这样很准的事情 尤其佛法告诉我们说 业力的一个法则 因果的法则 是非常非常的深的 你不知道后面有怎么样的因缘 在运行着 就好像说天气来讲 好了 我们说天有不测风云 就是说你要说去看预 预报一个天气 你都很难去报得很准的 或者说地震好了 地震也是 它是你什么时候知道会发生地震 也不一定的 所以补挂它是有用的 但是它针对一些特别的时候 它不一定那么的准 请问法王有关 同性恋的问题要怎么解决 那儿子是同性恋 让我的家庭很痛苦 请法王开始一下 嗯嗯 这些人做什么事 当年我们都懂事 那些人来说 是都联合的 如果要去找你 殺了你 在这些人内 可以买到 你觉得 这些人 我们说 你避免 那些人 这些人 在价格中 没有人会和人会认为 但是现在我们的朋友们 经常会认为 因为我们的经常会认为 这会是什么事 跟我们的经常会认为 我们的经常会认为 同性和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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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訊息 跟壹用的伍佛的伍佛的伍佛地 就是我们这地方就是 在这边自己的伍佛地 就是我们这地方的伍佣 全心地是伍佛的伍佛地 让我们这边就被伍佛地 让我们这边共语 那些人就ives了 看到我们是所有的伍佛地 然后在外面的伍佛地 昨日做的伍佛地 因為心裡,心裡就這樣 心裡有什麼意思 我們在武器 我們家居住將來 表示我們的 rocket 我們在做這個生意 把舊也這樣 就說 為雲影 在非自己的身份 会議 vet 需要做得到 如果你去看访 每次都是去看访 如果要去做 や看访 要去做些认真 如果要去看访 去看访 做些访分 在 allies跟人生 要去看访 对我来说 去看访 去看访 这些是想法发展的 在这里 怎样说的 什么时候就是在这儿 没有那些人 是没这些人的地巴通 只要是 这些人物有各种家庭的学校 因为现在我们是在路上 我们在这儿就没有这样做 是没有那些人在这儿 有什麽人物有很多 在这儿就没有印度上 第一次就做到 我过去也有几次 也说过蛮多次的 那针对这个议题我过去也有几次 也说过蛮多次的 那从一个角度上来讲呢 从许多宗教你可以看到 它对于同性恋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一种批判 甚至是一种否定的 在佛教上面来讲 某部分也会有一些批判跟否定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 我觉得从一个比较单纯的角度来看 同性恋这件事情 应该是说不管是同性也好或者是异性也好 很多时候人跟人之间都需要有一个依靠 也都会需要有一种 都会建立起一种情感 而在这里我会用的一个词 是一种纯净的一种关爱 或者说很纯洁单纯的一种 相互在一起的那种关爱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从这一个纯净的一种 不管同性或异性相互之间的关爱上来讲 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太大不了的事情 都一样用 我们都身为人 这种关爱之情都很重要 我们也都有情感 所以我觉得佛教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它对于这种纯净的单纯的一种支持 或者是情感 它是会承认的 它也不会否定的 它是会支持的 所以无论是同性也好 或者是异性也好 如果说不是建立在一种在一起的关系 不是建立在一起 在于这种纯净的关爱之上的时候 关爱之上的时候 而是在欲望的时候的话 那个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欲望它是一种情绪 而你也知道这种烦恼跟情绪 它是很容易变动的 它一下就改变 所以如果是建立在欲望之上的话 任何相互的关系都无法长久的 而这个就是佛教它会否定 也是一直在告诉我们 你要断除欲望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所以针对这个议题 就像刚刚讲的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如果要从宗教的教义 或者说特别是佛教的教义 有些上面来看 的确好像对于同性恋 这个是一种批判 是一种否定 但是我觉得从一个单纯面上来讲 另一方面从本来人跟人要相处在一起 无论同性异性 都是要有一种纯洁的 关爱之情上来讲的话 这个是佛教提倡的 而且也觉得是应该要有的 还有两个好吧 对不起对不起 耽误时间对不起 我们活着的时候 要如何为死亡做准备 就是在生前如何做好准备 方法是什么 那还有要如何能够带着觉知离开人世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是不是一定要有上师的口诀和指引 才有办法在死亡来临 临终的时候没有痛苦的死去呢 这是三个问题吧 这是三个问题吧 有几个问号 对三个问号 厉害 对我就说三个问号 好 还好现在这些问号 选一个吧 所以第一个是我们活着的时候 要如何为死亡做准备 这是第一个问号 第二个问号 是要如何带着觉知离开人世 第三个有没有什么恐惧 好 第二个问号 最后的问号 是 是 是 对 是 完全没有人能看自己的 我们在这里有三个问号 就回答第一个 我们活着的时候要如何为死亡做准备 那其实在我们生前活着的时候 要做的修持可以做的准备方法是很多的 其中有一个方法就是用一天来做练习 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就想说这是我出生 我从母胎中出生出来 然后到了一天结束睡眠的时候 你要想你躺的那个床呢 就是你这一生最终的那个床铺了 等等透过这个来让你做对死亡做一个准备 他们现在是七月八個都没有 七月八个都没有 百分之二可以做到 如果秦床里的对死亡可以做到 后来的时候就把他人们从前来 秦床里的生意 又可带来 他们说是秦床里的 脸蛋 还是增加的 也有二次认识的 但整体关闭起来 整体关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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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去演练 或者去观想 死亡可能有的过程是什么 它包含了你整个 身体上可能的一些改变 还有整个总之 去演练去观想死亡的过程 这也是一种方法 那我们今天有一个人 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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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 做的事 观察 要做的事 要做的事 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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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街上的一路, 人家是在最重要的地方, 因为在这些街上 出现的地方 在这边,因为,在这些人的街上, 在这个街上,在这些街上, 但是在这些街上, 都是在这些街上, 这些街上, 都在这些街上, 都是在这些街上。 所以就像我们也好像也可以看到 有的人他为了要 他甚至还晚上他就睡在棺材里面 他试着让自己去体会说 这个死后的感觉是什么 然后睡一觉在棺材里面等等 这也是一种演练或者说去熟悉 可能死亡会有的过程的一个方法 总之呢在谈到死亡的时候 要记得他不是就是结束了 他不是就是最后一章了 并不是这样的 而是记得说生死 他永远是同时的 他是刹挪在发生的 就好像说这个日生日落是一样的状况 他是不断的一种循环跟运行 而且他就是每天发生在你身边 就像现在也是 他是刹挪刹挪正在发生的 唯有当你透过再去习惯去认识这个死亡 就知道他跟你紧密的关系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去相符对于死亡的恐惧 或者面对死亡 当然 他不是理想他的人都不认识 他就常常都不认识 他就常常都不认识 我们就做回向了 维诺的麦克风 不认识 他必须做回向了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他 不要认识 他 没认识 他 他 没有认识 他 或者 我 乱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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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